如果唐朝的诗人都在一个班上,那这个班也太牛气了。 这个班上的同学,创造了大半个唐朝文化,历史上还有哪个班,能取得这么高的成就呢? 那么,根据这些诗人们的人生经历和诗歌秉性,他们在班上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呢? 今天,我来和大家聊一聊。 张九龄一,班长张九龄,海上声明月,天涯共词时。 张九龄的诗歌大气磅礴,胸怀宽广,这绝对是一个班长大哥大的形象。 而且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,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宰相。 当年就多次给唐玄宗说,安禄山有反骨,安禄山要造反。 但是唐玄宗不听他的。 后来不受唐玄宗待见,又被李林府查现。 张九龄在位的时候,叶七八保护了向王维,孟浩然等一帮兄弟们。 所以,让他来当班长,绝对是最缺和的。 杜甫儿,学习耳缘杜甫儿,一般来说,学习耳缘都比较听老师的话,对班上的学习很关心。 杜甫一声穷年幽黎元,叹息肠内热,号称之使,他对大唐的江山设计,对李林把姓的关心,在整个友唐一带,真的没有人能超过他。 学习耳缘应该是班上成绩最好的。 杜甫作为唐朝师哥的双峰之一,这一点,他也当之无愧。 学习耳缘都比较励志。 杜甫从一个天资并不高的人,从一个低腾人士,最后成为师生,其励志的形象,绝对是非常光耀的。 还有,学习耳缘都是别人学习的榜样,而杜甫开创了一代。 师哥流派,从宋朝皇亭间开始,杜甫的师哥就一直被当作后世的经典教材。 三,团之书韩宇。 韩宇在师哥成就上不是顶峰的,但却也算是数一数二的,这也符合班上团之书成绩的定位。 韩宇文起八代之衰,他是把中国传统的道统关,很好地融入到了文章,融入到了师哥之中的。 同时,韩宇在一次重塑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,成为时代大儒,把从孔子、孟子、董仲书以来的儒学担当精神,进行了又一次的重塑,让儒学成为唐朝文学、唐朝师哥的精魂。 所以,韩宇来当这个团之书,也是恰如其分的。 李白四,体育委员李白。 李白是唐朝的师哥天才,是唐朝师哥的标志性人物。 让他来当那种所谓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的体育委员,似乎是不恰当的。 但是,李白又有很多语班上的体育委员神似的地方。 李白是不杀艺人,千里不流行,他是一个剑客,是一个阉侠之士。 他的武功,在有唐一代的诗人中,要找到超过他的真的很少。 李白狂放不羁,仍旧纵乐,这一点,和体育委员也非常相似。 李白人长得帅,行尸,小法替躺,魅力无穷,在唐朝及后世,都有一道帮崇拜者。 就相当于体育委员,在帮上有一道帮迷妹一样。 五,生活委员白居易。 生活委员在班上是管清洁卫生,管吃饭睡觉的。 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,他在诗歌中,也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。 其,他开创新岳府诗派,在诗文中要求文章和为啥而住,歌诗和为啥而作,总之就是关心名声问题。 他甚至写的诗歌,都要努力让老百姓看得懂。 这一点品质,和一个生活委员也是非常相似的。 六,文娱委员温婷云,有人可能会说是李归年。 李归年确实是音乐大师,但是他的诗歌却写得不怎么样。 而文婷云是在晚逃时期,真正让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的大诗人,也由此让词兴生起来。 所以,由他来出任文娱委员是比较恰当的。 七,小组长。 一组,山水田园师组。 组长,王文,副组长,孟浩然。 二组,编帅师组。 组长,高氏,副组长,陈申,王昌林,王志焕。 三组,新玉府师组。 组长,白居易坚,副组长,袁振。 四组,花街派竹。 组长,温婷云坚,副组长,梅庄。 参考资料,新唐书,陈唐诗。 参考资料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